你如果说了你的真实年龄 你认为他会追你吗 那我不清楚 你看说这话就没意思了 你明明知道你一旦把真相 告出于众的话 他根本不会追你 这个被土蕾怒斥的女生 就是今天的女嘉宾小雷 她这人谈恋爱是虚伪到了极点 30岁的她不仅装单纯 隐瞒自己的恋爱史 甚至还谎称自己只有25岁 撒谎就撒谎吧 关键是她的态度 嚣张到简直陆地神仙境了 欺骗别人还如此霸道 难怪这位准婆婆会坚决反对这段感情 小雷和男友小号已经在一起两年了 至于她为何会隐瞒自己的年龄 和恋爱史 她把一切原因都怪到了男友的身上 原来小号在跟小雷在一起之前 有过一段失败的感情 并且这段感情把她伤得不轻 俗话说 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所以她为了避免再次受到伤害 她就打算找一个单纯的女生谈恋爱 这方法我也是不敢苟通 因为咱看来这貌似是人品的问题 而不是看对方单不单纯 不过作为一个单身狗 就爱听一些情情爱爱的故事 还是很好奇 小号的前女友究竟做了啥 竟然让她留下了这么大阴影 好家伙 这是人才两空呀 怪不得会如此耿耿于怀了 但小号没想到 上天这么喜欢捉弄人 她以为女友是和自己同龄的纯洁女孩 谁知 对方竟然比自己大五岁 甚至还向自己隐瞒了感情事 对此 小雷表示她并不知道 小号前女友的事情 撒谎 也是因为太喜欢对方 她担心自己说了实话 小号就不会和自己在一起了 但哪有不透风的墙呢 就算是善意的谎言也不敢说呀 因为是个人 都喜欢真诚的女孩 尤其是长辈 因为小号将这些事 全都告诉了自己的母亲 这导致未来婆婆 对小雷的印象非常差 坚定认为 对方是一个不诚实的人 于是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这位准婆婆 直接就给了小雷一个下马威 第一次她带我去他们家吃饭 我没想到 我筷子还没能拿起来的时候 她妈就开始跟我讲了条件了 说你可以跟我儿子处理相 但是你不允许花我儿子一分钱 我第一次到你们家 这双小雷非常的不爽 她认为婆婆做的太过分了 小号是在前女友那里受的伤 自己又没做错什么 而她的母亲 却把气全都发泄到了自己身上 这让她感觉很委屈 可男友小号并没有安慰她 她表示 自己的母亲做的事不对 但都是为了她好 更何况 这一些都是小雷自找的 谁叫她要撒谎呢 而且因为这件事 小号还原谅了小雷欺骗她的事情 不过她原谅了啥用也没有 因为她的母亲对小雷依旧很抵触 接着 小雷便控诉了婆婆是如何对她的 她表示 自己有一次做了阑尾炎手术 而当时 她的身份证和钱包全都丢了 所以 小号便帮她付了医药费 没曾想 等小雷刚回家的时候 准婆婆就立马要求她还钱 真不知道她有啥好委屈的 虽然这个时间确实有些急 但还钱这个事没毛病 毕竟两人只是恋爱关系 人家没有义务帮你出钱 并且这位姐还恶人先告状 不但指责未来婆婆做的不对 还怪起了男友小号 认为她不作为 对自己和婆婆的矛盾 总是袖手旁观 她也不想想 人家小号的母亲为啥不喜欢你 别人可是非常神明大义的 至于为什么对钱这么敏感呢 因为她认为 两人的感情一开始 就充满了欺骗 她怀疑 小雷是别有用心 再加上小号前女友的事情 所以她才对小雷处处提防 现在看来这小雷也挺可怜的 什么都得活在一个前女友的阴影下 她表示 自己在家里吃个苹果 都会被小号的母亲指责 可事实却并非如此 准婆婆称 小雷是在故意作怪 而且她表示 如果小雷是自己真正的儿媳 不管怎么作妖都行 关键是现在还没嫁进来呢 就这么不安分 让她完全受不了 更重要的是 她非常在意 小雷撒谎的事情 都说可怜天下父母心 小号从小就是母亲一个人带大的 所以母亲才会对她的感情如此上心 小雷对准婆婆的这些行为彻底失望了 于是她果断提出了分手 但小号并不想放弃这段感情 然后她便瞒着母亲 想和小雷一起去北京创业 可没想到 最终还是被母亲发现了 并且她的母亲坚定认为 这是小雷怂恿的 所以对小雷更加不喜欢了 甚至还去找了对方的父母算账 这让小雷是大发雷霆 当众就和准婆婆吵了起来 她也拼命解释 自己并不知道小号是偷跑出来的 可尽管她说的再多 准婆婆就是不同意他们在一起 她表示 如果小号坚持和小雷谈恋爱的话 她就当自己没这个儿子 几个人争执到这里 台下的土蕾终于忍不住插话了 她表示 这场闹剧的实质 就是两个女人的战争 但明显小雷是大战的导火索 明明该去努力缓和关系的 反而非得和未来婆婆争个输赢 你不要口口声声说 我没有指使她去北京 但你明明知道 这个不长脑子的家伙 你只要让她干什么 你不用明说 你只要有所示意 她就会去 而且你也明明知道 她说给她妈妈听了 妈妈也不会允许 而且你明明知道 她即便去了 那么你与她妈妈之间的战争 便无休无止 而且图蕾还表示 小雷撒谎这件事很严重 并非无关紧要 你的蛮骗你的恋爱次数 和所谓的年龄 从你的角度上来说 是为了让她能接受你 是爱的谎言 但事实上 这是很明显的一种 故意的不谈牌 如果当时我知道 她前女友的事 我会告诉她 我谈过恋爱 我多大年龄 你不能这样说 你不能说 我知道你的过往 我就不撒谎 我不知道你的过往 我就撒谎 不可以这样的 可小雷始终认为 自己的欺骗没什么 她表示 这是善意的谎言 只是因为 她想和小昊在一起 所以她坚称自己没有错 这直接把土蕾气得够呛 所以说你到现在 还认为这是善意的谎言 是吗 对 那我问你 时至今日造成的 这所有结果 是你预料到了没有 没有 对呀 不就说了吗 事实上这个谎言 我为什么说 不是善意的谎言 是你从这个谎言当中 获得了好处 而别人从这个谎言当中 获得了不安全 你如果说了 你的真实年龄 你认为她会追你吗 但土蕾还是很大度的 并没有和小雷计较 还劝告 她如果爱男友的话 对未来婆婆就要真诚与尊重 毕竟人家是个长辈 听完导师的建议后 小浩向女友说出了真心话 老婆 其实有些时候 我妈毕竟是我的长辈嘛 养我这么大的人 你也尊重一些 有些事情你也让一些 有些事情 你要不是不那么跟她讲 不能跟她听嘴 咱们也没这么多事情 但小蕾却始终认为 自己很委屈 她表示一开始 自己并没有无理取闹 是小浩的母亲太过分了 所以她才和婆婆吵架的 就在大家以为 两人就要分道扬镳了 谁知他们竟然都选择了 继续在一起 更夸张的是 小浩为了挽回女友 把户口本都带来了 打算下了节目 就去领证 她这一招 直接让她的母亲投降了 而小蕾也开口 向准婆婆道歉了 其实这三人都没啥大毛病 小浩的母亲做这些 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好 小浩也是太爱男友了 而小浩夹在两个人之间 确实很为难 最后希望小浩能够认真反思 把自己的脾气收敛一些 然后和婆婆互相理解 将心比心 那么矛盾 自然就会少很多了